我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xboker就是nft抵押借贷是怎么玩的最主要是怎么挖矿啊 那么在前面呢我们已经通过megabox获得了一些uxtxc 那接下去的话呢我们就要看看怎么样能够去把这些钱租给借出去给平台上一些想要借钱的人 因为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去获得比较大的挖矿收益 点击这个marketplace然后的话大家可以看看现在在市面上有一些人已经把他们的nft放出来了 然后条件呢也会有他们想要借多少钱 这个collateralized的意思就是已经有别的人把这个nft借走了 那这边listed指的是现在目前的话呢挂出来还没有人给他们借钱的 大家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界面里面的话你可以选择不同的等级看看有别的卡可以借没有 目前的话sr还有一张已经被借走了 好那我们就现在呢选一张n1的卡 这张卡的话呢别人想要借20uxtxc 我们可以选择直接借给他因为钱不多嘛我们也可以选择make offer 你跟他讨价还价这边的话呢因为钱不多啊我就直接借了 因为挖矿的收益比较高每分钟都是钱 所以的话就不去跟他计较了 直接点击确认就好了 好已经成功了 那接下去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在等会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loan的部分的话呢 就可以看到刚才的话呢我们已经把一张20加之20的uxtx的这张卡接回来了 现在目前的话呢别人获得了20usdxc 而我们呢现在有一张他的卡抵押在这里 这个时候的话呢这张卡已经开始给我们挖矿了 那此外的话呢我们还可以再看一看啊 就是如果我手里面有nft的卡我怎么样能够把它挂出去 这边大家点击borrow 这就是我作为一个借款方我也借款了 现在钱包里面的话呢这个点完以后my wallet 里面的话是我钱包里面有没有nft 这个地方大家需要注意啊你需要看看每一个这个系列点一下 然后你才知道说自己在哪个系列里面有卡 比如说像这边的话我在r这个系列里面的话有张r5的卡片 其实这个功能的话还不是很完善啊 我问了官方然后他们说在后续的话会把功能完善起来 所有的卡片都能看见 那么我现在要把这张卡借出去这时候点击pledge 在这里的话呢可以写你要借多少钱 我这边就写1000吧我要借1000 然后时间的话我建议时间稍微长一点 因为时间太短的话有可能你过段时间你就需要重新再去完成一次这种抵押接待的操作 但是呢这样的话比较麻烦 如果你只是想要稳稳的收菜的话时间设长点比较好 利息的话这边可以设一个比如说1520都可以 然后点击pledge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你就把你这张卡片在市面上发了一个一个一个offer 就是告诉大家我想要借1000块钱 你们谁愿意把1000块钱借给我 好这边就成功了 大家注意有两次有两次的原因的话呢第一次是授权让系统能够用你手里面的UXDSC 或者是用你手里面的这个NFT 第二次的话呢才是正式的授权 OK就成功了 成功了以后的话呢我等会是可以在我自己的这个borrow的这个里面看到的 大家注意这个系统的话呢会有几秒钟的延迟 所以如果当时没有看到的话不要着急过几秒钟再去刷一下 这样就可以看见了 这个是刚才我想要借出去的 然后另外是借1000 然后呢利息是10% OK 那么接下去我需要做的就是等别人来把我这张卡 那个接走所谓的接走的话就是借给我这1000刀 也有可能他会给我还一个价 然后我看他的价如果公到的话我也可以直接接受 反正只要说无论你的NFT借出去了 或者是你把你的钱借给了别人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都可以进行挖矿 这边的话需要记住你是出资人把钱借出去的人的话 你所占到的挖矿的比例是大于把NFT借出去的人的 现在的话是七三分 好的其他的大家可以去自行操作 目前的话呢其实主要使用的功能的话就是marketplace borrow就是你作为一个有NFT想借钱的人在这操作 lend你作为有钱想要去把钱借出去的人在这操作 这个下面这liquidate的话呢大部分情况下不太容易需要用 今天的话就暂时先不讲了